大家好 上次密密清我還未檢查究竟是何時 但我看到我的袋子又爆棚了 是時候要拍密密清去跟大家分享我過往幾個月用了些什麼 如果你有興趣就看下去 我們由洗臉開始 第一支是我和Mr.Honey共用的 Epion's Latic Gel Cleanser 這支不陌生 黃黃色的 洗完臉很涼 可以殺菌 可以POD暗瘡去得快點 洗完臉後涼涼的很舒服 這支我自己很喜歡之餘 Mr.Honey都很喜歡 尤其是熱熱潮濕洗完是很清新的 因為它不會弄乾你 玫瑰座瘡又可以用 甚至乎你久不遲生粒粒 濕塵都可以用 這支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這支是First Aid Beauty Face Cleanser 這支是早一點 還有少許涼的時候用的 這支沒有什麼泡 但洗完之後不乾 也是我和Mr.Honey共用的 因為有時自己用一支有點壓力 我和它一起用 用得比較快一點 我可以順手測試一下 這支我覺得乾性皮膚蠻好 敏感也蠻好 但如果皮膚沒什麼特別試乾的話 不用用到這支 因為洗完效果不太明顯 但它不會弄乾你 如果敏感 乾性皮膚也是一個好選擇 去到Spray的物體 我一隻手測不完 但你看看我的蜜蜜清 都看到是AVANGA Thermal Spring Water 還用不需要說 這支有三支 還有三支小支 我總共用了五支小支 一支大支在幾個月內 但我覺得這支非常好用 如果你會做Laser 皮膚敏感 皮膚比較乾 很多東西不能用 酒精都不能碰的話 我覺得可以長避一支在家 當它是Toner用 因為它比較保濕 舒緩 甚至乎做完Laser療程 臉皮膚有點紅 都可以敷一敷 舒緩皮膚和保濕 所以我用了這麼多支 基本上是… 嘩嘩 看看我能否拿到全支 基本上是必備的 每個密密清都有它 我現在存貨已經剩下很少 但我應該拍完這支影片再出去掃貨 還有這個我會浸紙面膜 整面敷 讓臉皮膚涼和保濕 但不要敷到筷子乾了 我通常是噴濕它敷五分鐘 中間也有再噴 五分鐘左右撕出來 皮膚會覺得很舒服 很冰涼和很足夠水 精華素有三支 先說了我的最愛 其實幾支都是我的最愛 但這支應該是大家聽到很沉悶的 就是Cosmetic Skin Solutions Copper Peptide 藍銅精華 我現在用完這支小的 現在開了一支大的 雖然皮膚穩定了很多 但久不止都會轉天氣 會有一塊紅或痕痕或有一顆 就要靠它來消炎止痕降紅這三個效果 這支的質地亦非常透薄 所以是很舒服的夏天 通常我的用法是 例如有一塊紅或痕 我會塗一些在那裡 不管它 大概15分鐘左右 就已經可以凝固痕 降感紅 如果有粒粒的話 都可以幫忙消炎 所以這支基本上是我差不多藥霜必備的 這支如果皮膚會發炎的話 我超級強烈建議你去試一下 因為你可以試一下小尺寸 如果適合就像我一樣 開支大尺寸 這支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自從擁有它之後就丟掉家裡的雷固唇 當然這支不是說裡面有雷固唇 但我覺得雷固唇做到的事都是做到的 它可以幫我消炎 幫我弄走痕和紅 而且裡面沒有雷固唇 更好 另外這支是會跟店長扯頭髮的 Exterel Purifying Serum 這是口罩必備的 我用完一支 早上用 因為皮膚比較乾 其實這支是水油平衡的 所以如果是油肌或混合肌 可以早晚用 不會弄乾你 但我跟店長都比較乾 所以早上用 晚上專注補濕 為什麼我說口罩必備呢 通常戴口罩會長到這裏 又不知暗粒 暗瘡 什麼都有 店長就長暗瘡 我就長暗粒 這支完全是可以KO到的 如果你因為戴口罩而出現皮膚問題的話 很推薦這支 甚至不是戴口罩 但可能皮膚比較柔 可能皮膚比較油 但皮膚常會剝一兩粒 幾粒 我也聽過網友用完後跟我說 用了這個就是油肌混合肌 用了這個之後 皮膚沒有再生粒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 所以我跟店長是要扯頭髮的 如果只剩一支的話 另外就到一支暗瘡啫喱 因為之前爆玫瑰座瘡的時候 都長得比較厲害 那些粒粒 但我不想用暗瘡高的物體 弄到那個位置很乾 因為弄乾完之後脫皮更噁心 所以我就有什麼新的物品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支是曼寧的都可以買的 日本製的 我不記得他們的中文叫什麼 不過只塗暗瘡 這支是小尺寸都有大尺寸的 主要是塗暗瘡的位置 但我覺得這支是蠻好的 因為它令到暗瘡快點脫 但它又不會弄乾你 而是一個GEL的質地 你塗完之後不會白色一塊 很噁心 而且它不會弄乾周圍的皮膚 所以我覺得OK 而且我覺得暗瘡很快就收細 甚至第二天就平伏了 通常我用剛才的藍銅打底位置 然後用這支在暗瘡上 我發現這樣用第二天都平了很多 如果覺得暗瘡不大顆的話 甚至會沒有 唯一美妝不足 這支是用來KO暗瘡 但去不了暗瘡人 暗瘡人又要找第二支 去到臉霜 過往幾個月我用了兩支白崩帶 多數人認識黑崩帶 黑色的瘡 但我兩支都擁有 但我發覺在我皮膚上 白崩帶是很好用的 因為黑崩帶是修復的 所以我未必看到它是否修復到 我沒有顯微鏡去看我的皮膚 但白崩帶是用來消炎的 消炎對我來說是非常適用的 因為玫瑰座瘡經常皮膚都會發炎 之前都發得很厲害 如果你有追我IG的話 這個用完兩支很貴 三千元一支 但如果三千元我都捨得買 用完兩支的話 現在我家是有第三支的 所以是多麼效用 如果你是玫瑰座瘡皮膚 皮膚經常發炎 甚至乎很多痘痘的 這個都會效用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薄 假如你去Hell Counter就跟你說 這個是日頭用 黑崩帶是晚上用的 但當時爆發得很厲害的時間 我早上又用它 晚上又用它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裏面沒有防曬 所以是OK的 而且我想盡力每天用足24小時去消炎 所以我早上又晚上用它 如果你皮膚經常發炎 剛才用藍銅精華 這個是精華素 想連臉霜都會消炎 我是超級推介的 我之前做了一個Blog Post 我會連結在樓下 大家想看多一點細節 就可以去看Blog Post 另外一看清 密密清都有它 Skin Relief Moisturizer 我還用不需要說Mr.Honey用來塗這個Gala Diario 不用說了 這個都是藥霜必備的 因為敏感皮膚或很感染性皮膚 這個Lotion是非常好的 塗臉也可以 塗身也可以 總之你哪裏發敏感或者很脆弱 你不用其他產品的話 這個也是適合的 我真的遺漏了 還有精華素是還沒說的 用完三盒 等我一會兒 用完三盒Sotis Calming Impulse 就是那些安瓶 之前我都已經說過了 在Favorest Video 我不長氣了 這個適合什麼人用呢 就是皮膚非常敏感 像我這樣 玫瑰座瘡冬適合 因為它是Calming和降紅 然後如果你是做Laser 做一些醫美療程的話 通常出來就叫你嚴重保濕 還有會很紅的臉 這個也是適合的 因為這個除了降紅和舒緩皮膚之外 它還有保濕功效 所以我就用完三盒了 因為之前都在做一些醫美療程 做一些採光 所以這個也是長鼻的 我現在家裡還有兩盒領存貨 所以這個也是居家必備 尤其是經常做醫美療程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入手 面膜只有一盒 我個人都不太勤勵 還有很多東西不能用 所以面膜只有一盒 是AG Ultimate Mask 敏感肌肌肌肌肌肌 這個就是用海洋深層水去保濕 這個面膜是我從家裡抽出來的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用完後我的幾好和大家的幾好很不一樣 因為我的皮膚很敏感和很容易紅 有一些面膜可能敷的時候會一塊塊紅了 所以我有很多東西不能用 但這個我可以用的 我覺得效果不錯 保濕後皮膚看起來會比較光亮 另外最重要是除了保濕後沒有保濕 如果天生麗質沒有皮膚敏感的話我不特別建議 因為你會有很多其他比較便宜或更好的選擇 但如果皮膚很敏感和我差不多 很多東西不能用 但都想保濕敷面膜重點去保養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這個 因為我這麼難處理的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我就安心推薦這個給大家 唯一美中不足是什麼呢 這個面膜下面是Sheet Mask 上面有一包小東西 它就說是鋼細胞精華 那一包小東西的份量是非常少的 可能我的臉太大 塗不到整塊臉 上網看的時候 人們就說那一包小東西 例如塗這些粉紋的位置 眼底等 要提一提你 那包東西的份量是非常小的 所以重點塗某些位置就不要打算塗整塊臉 是不夠的 我只塗到半邊臉而已 但我覺得這包小東西都可以的 不焗和舒服的敷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看 萬寧那些都可以買的 洗頭東西 先說這個 WASABI FROM LUSH 這包小東西是Mr.Honey用的 它就扔到我的Empty 但其實我都不太重 這個我記得聽過它說不錯 因為可能芥末有一點辣辣的 涼涼的 它就喜歡辣的 但它沒有太多留言 它就說喜歡那個效果和質感 而且它覺得洗得乾淨 如果你是男士的話 又要尋求刺激 辣辣的效果 你可以看看這支LUSH的WASABI洗頭水 另外這兩支是我用完的 Mr.Honey用完一些LUSH的洗頭肩 洗頭肩沒有絲鞋 我就不能給大家看了 另外這兩支我用完 先說了 Esserale Fultifying Shampoo 防脫髮洗頭水 初階版 它有精華素 但精華素不用每天用 只要一年用兩次 但這支可以每天用 因為我的頭髮長了很多 我未有空去剪 但一長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脫髮很重要 因為洗頭時捲著整個玻璃 開始擔心有點擔心 然後我用這個 這是Anti-Hair Lodge Shampoo 它叫做Fultifying Shampoo 這支是洗頭水的 沒什麼特別要用力度去洗 當是普通洗頭水用 但這支會在洗頭時補养份在頭皮上 所以洗頭時已經會看到脫少頭髮 當然洗完後會脫少頭髮 這支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另外這支是之前在Sephora買的 這支我都不懂得讀 我都蠻喜歡的這個洗頭水 就是Be Gentle Be Kind 我應該是上個密密清有說過 這個品牌的Avocado Hair Mask 那個也是好用 這個我覺得如果你是在看一些很柔軟的 不是很多化學東西 但你的頭部不大問題 或者做完一些療程 頭下你要一些很柔軟的 不要洗掉你的療程 洗頭水的話 這個是非常喜歡的 我好像都做了一個Blog Post 我會放在下面 如果你想多看一些就可以去看我的Blog Post 另外最後一件Hair Product 是不是最後呢 應該是這個Lush Conditioner 就是它的Glory 它應該是這個我沒有記錯 六茄茄有些秋葵 它用秋葵來做的 有Extra Virgin Olive Oil 各樣東西 應該是令到頭髮比較滑一點 然後比較滑一點 我也覺得OK的 還有我自己喜歡的 清新的 清新的 然後用到頭髮那裡 容易洗得脫 不會洗到後面 因為我這樣沖的 我向後沖的 不會洗到整個背部滑散散的 這樣洗不脫 容易沖得脫 而且頭髮都滑的 都OK的 你說是不是驚為天人 我就不覺得是 但你說普普通通一個護髮素它香 是做到的 而且我覺得它都令到頭髮凝聚在一起 之餘不會令到你的頭髮很扁 不會很重 黏住你的頭髮 如果你的護髮素很黏的話 它就這樣黏住你的頭髮 你的頭髮會彈不起的 我覺得它都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用的 我自己都享受的 洗澡身體的東西 先說這個 Phytol Coal的洗妹妹 男士都可以用的 女士都可以用的 小朋友都可以用的 這個顧微思義 是用來洗絲物處 除了清潔之餘 它還可以保護 防止細菌入侵 所以這個我都覺得很不錯 如果你看看密密清的話 這個我基本上用了無限多枝 每個密密清都有 接著說到Shower Gel 先說到Shower Oil 這支是Aromatherapy Associates 整天它的名字很長 唸到一塊雞 Aromatherapy Associates Shower Oil 這個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很清香 而且它是用Essential Oil Base 所以在洗澡時會很放鬆的 沖洗澡時是Shower Oil 但它是有泡的 所以你不怕是沒有泡 我用洗澡波波起泡 然後再擦上身 而且它是潤的 沖完之後我不會乾得很緊要 乾到飛皮或行到跳舞 所以這個我都很享受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個人壓力大或辛苦或工作很累 用它的Shower Gel是很開心的 因為你一沖洗的時候 你覺得很舒服 那股味很放鬆 將一個很操心的洗澡 變成一個很享受的 另外有三個從Lush 我先說了兩個沒那麼喜歡 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何在店裡嗅的時候 我覺得有問題 這兩個Shower Gel 這兩個我和Mr.Honey是點完的 因為那兩個味道都覺得不OK 這個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Lush的Shower Gel或洗澡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洗完後 整個廁所都香了 這個是沒有的 在洗的時候都不覺得它有什麼味道 就是它的York No 我都會提醒自己不要再看到再買 因為有時候是忘記了 然後又會再買 然後又覺得為何會再買 就是這樣 這個我不享受了 我也不特別去建議 味道不錯 這個我記得是否好像在聖誕的時候 賣了這個特別版 就是Rosting Chestnuts on an open fire 其實它主打在店裡 我記得問的時候 它就說好像一些Burning Chestnut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Chesnut栗子的味道應該都很興奮 但是我回到家 我真的沖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它是你打開一支東西的一下 味道都很強烈 但又不是真的Chesnut的味道 然後沖的時候沒什麼感覺 所以我也不建議 因為它的味道沒有其他那些那麼驚訝 但我們現在去到驚訝 Nana 這枝是回購的 因為Nana這枝真的很香 如果你喜歡食物甜品的味道 這枝是完全能夠提醒你那個味道 這枝我自己就已經是回購 而且我覺得它除了香之餘 它令整個廁所都香 而且它是比較潤身一點 洗完身沒有那麼乾 連Mr.Honey都說我沒有飛皮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會回購再回購再回購再回購 我覺得這個我就很喜歡 但其實當初我看到這個味道和聞下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甜的東西 我不知道我洗澡想不想洗到自己甜的東西 但後來我真的開始用這枝東西的時候 我又對這個味道改觀 我就覺得真的香和很舒服 即是它未必是很清新、很清新的那種感覺 但它令到你開心的那種感覺 因為可能會提醒你什麼甜品、在吃東西 那種開心的感覺 到Body Lotion 用完了這個 這個都長了兩、三個月 我又不知道它是Caterful還是Saterful 不過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之前都說過的 Baby Pro的Skin Restoring Moisturizer Bebe都可以用的 這個就非常之好 如果你有濕疹、心比較乾、會癢、會脫皮 這個我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雖然Body Lotion在萬寧買是比較貴的 約200元一至 但我覺得它各方面的表現都非常之好 譬如它真的不會黏著 我很怕Body Lotion、Body Cream好像不吸收地黏著 它沒有,它是吸收的 它會令你的皮膚比較柔軟、補濕 脫皮的位置沒有那麼多皮 甚至乎會不脫皮 痕的位置會不痕 所以我覺得not for everybody 如果你的身體皮膚沒什麼特別問題 你不用用到這個Body Lotion 但如果身體皮膚很像我剛才說的 會脫皮、會乾、會癢、會有濕疹 你都可以去看看這枝 而且都用了幾個月 我覺得都OK 而且這個我也是回購的產品 回購了幾次了 另外一些其他產品 現在是最後的了 這個Landres Fabric Fresh 之前比較冷的時間要換季就拿出來用 因為這個可以披露了一些味道 再加一個新鮮的味道在衣服上 因為有時外套的不是穿完就洗 或者有些冷衣不是穿完就洗 這些是秋冬天比較用得多 甚至乎夏天我也會用 因為夏天可能你的衣服一天 好回來的時候好像有股氣味 你放在籃子上等著洗 你未必那天開機的 可能第二天才開機 我覺得有時有些味 我都會噴一下籃子 讓它不要那麼大股意味 所以我用完一支Landres Fabric Fresh 然後說到香味 不如說到這裏 Goutel香水 我用了兩支 這支是他們的Hadrian Hadrian這支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因為它的味道是很清新 很Summer Time 我另外還有一支 所以我是有存貨的 夏天都會默默噴它 這支其實我跟Mr.Honey共用 因為它自己都很喜歡這個味道 我噴到這支它就會噴一些給我 很香 所以這支他都很喜歡 另外一支是夏天的氣味 但其實也不是太冬 這個叫做Leton de Hive 不是太冬 但它也有些 有一點清幽 但我覺得有一點點 很少的辣 但它整體的味道都很清新 所以這個之前的 Altune Winter Time 我用不到它這樣 沒有了 但這個我未必會回購 如果我回購 我都應該是回購Hadrian 用完Hadrian再回購 但我家裡好像有一支大支 應該還可以長一段時間 最後還要說初手液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不用說初手液 三支 Growl Alchemist之前見過 亦都說過 用了很多支 這個是天然的初手液 噴噴那些 因為它的酒精是在蔗糖提煉的 所以天然不會弄乾 亦都不會拿到你的手都會爆炸 因為這個用完了 我回到Altune 這個就是他們的Safe & Clean 這個有茶樹味 再新鮮一點 因為一噴出來那一刻已經是茶樹 我會用來抹桌子 我都很喜歡整個位置都很清新鮮 而且感覺上很清新鮮 因為一噴出來那一刻已經是茶樹的味道 我會將它放進小瓶子裡 然後帶出去噴噴噴噴 還有最後一件 眼線筆 眼線筆就是The Balm Mr. Right 之前用到很少 有一兩天我化妝就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大家問一下 我過往幾個月都沒有化妝 為什麼會用完一支眼線筆 因為這支是之前用到差不多用完的 我用完一兩次就已經用完了 這支是非常滑的眼線筆 我用黑色 如果對眼睛是煎蛋級的油份是OK的 它不會化到你好像紅貓眼 它防水和抗油的效果都不錯 所以為什麼用來用去都在用它 而且我喜歡它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它不用刨 因為它是扭的 它扭的 不用刨 所以變得方便一點 就是這樣 好 這麼快又和大家分享完畢 希望大家享受今集的物物清 我們下次又再聊 拜拜